921 看似简单的数字 但对于台湾人来说 是一场无法抹灭的噩梦 20年过去了 当时受创最严重的中牙乡 有将近总人口数1%的罹患人数 8成的房屋倒塌十分惨重 而在那当时带着一群热爱音乐的 台北爱乐管弦乐团 运用音乐来安抚乡名 20年过去了 台北爱乐管弦乐团 仍再次来到中牙乡演出 1999年也就是20年前 台湾发生了一个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伤亡最重的一个自然灾害 就是921大地震 那么当时在大地震发生之后 台湾人是新手相连 我们大家团结 我们大家把爱心发挥出来 那么当时台北爱乐管弦乐团 就立刻的捐了一笔钱 同时我们也率领了音乐家 当时还没有高铁 也没有现在的北二高 也没有第六号高速公路 但是呢我们就是披荆斩棘 那么客服万难来到中牢国小 现在大家所占的这块土地上 我们在这边在露天搭台 为什么露天 因为当时中牢80%的建筑物都倒下来了 那么同时 当时中牢国小是全岛 所以我们是在露天的废墟上面 抚慰我们中牢乡的乡民 跟大小的朋友们 那么过了20年呢 我们台湾人已经从这个伤痛走出来了 但是呢我们不会忘记 我们大家一起团结 度过那个困难的那个时间 今天回中牢是要来见证奇迹 见证重生的奇迹 所以也许不再是带着伤痛来 不再是带着悼念的心来 但是我们怀念那过去发生过的事情 我们怀念失去的人 我们也会把我们当时的爱 再继续的走下去 让我们台湾人更团结 20年前921大地震 震垮了许多家庭 当时受创最严重的中牢乡 有将近总人口数1%的罹患人数 全乡有8成的房屋倒塌 20年前来到中牢乡 用音乐安抚乡名的 台北爱乐管车乐团 在20年后 台北爱乐管车乐团 又再次重返中牢乡 举办见证中牢重生音乐会 现场也聚集了 全中牢乡的国中小学生与家长 20年过去了 那么其实中牢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它变漂亮了 同时重建的工作也非常的好 但是人口外移还是蛮严重的 但是我们今天带来呢 主要是一套 主要是为小朋友而设计 但是呢 并不代表我们这套曲目就非常的简单 应该是说 我们把我们到欧洲到美国 在国外的大音乐厅表演的曲目也带来 同时也把我们的耳熟能详的 深入浅出的曲目呢 平易近人的曲目呢 用古典的方式演奏出来 我们这一个美好的上午呢 我们等一下还要跟小朋友一起用餐 我们跟他们一起度过一个很美好的上午 让他们的记忆当中 永远有这一份艺术的熏陶 有这一份爱 同时呢除了这个交流之外 其实我们台北爱乐也从 中寮的相亲和小朋友给我们的回馈 我们也学到更多事情 那就是我们会永远的勇敢 永远的团结的走下去 921大地震时 不仅有台北爱乐管权乐团来到中寮乡 还有许多企业家与善心人士 将资源送进中寮乡 20年来中寮乡民重建家园相当迅速 也让这次重返中寮乡的台北爱乐管权乐团 与各企业 见证的中寮乡民坚韧不拔的意志 与在后重生的欲望 我很感念这个南铺县 这些乡亲 那么我们在20年前 921这样一个大地震 对我们南铺县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 那么很多受难的我们的乡亲 都财产也好 宝贵的生命都受到很大的创伤 那么到现在为止已经20周年了 那么灾后重生 我们复建的非常的快 而且繁荣的也非常的快 那么这20年我们台北爱乐就是有感恋 这个921啊 那么当初在发生灾难的时候 我们台北爱乐管权乐团本来有一个公园 因为这次的921灾难 所以就停止去举办 那么把这些经费省下来 有帮助到我们南铺县的这样的受灾的 这样一个受难的朋友 那20周年看到南铺灾后 这样非常有坚强的这样的一个重生的能力 他有一个庆祝的必要 还有就是护慰我们当初受难的一些朋友 所以举办了这一次到南铺来公园 一方面也是为我们的灾后重生 来做一个庆祝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 这一次在中寮乡中寮国小所举办的音乐会 不仅要让外界知道 张植受创最严重的中寮乡 如今已经恢复家园重生地方 各企业也来到中寮国小 聆听着美妙又具有轨迹水准的音乐会 除了要与学生们分享音乐饗宴 各企业更捐贞的上款给县府社会寄劳动处 作为在后附建基金 这一次也有透过我们四邻台北四邻福伦社 一些社团朋友也非常的热心 提供他们温暖的爱心 也募集到有一笔这样的一个善款 要捐给我们南陀县政府社会处 指定要来帮助 用在这些災货附件这样的一个项目上 这一次的公园也是我们台北爱乐交响乐团 那么一片就是来送软到我们南陀的一个举动 那今天有本来是一场的公园 半个月前有去拜访县长副县长 县长副县长也非常热情的接待 那当初我们在拜会的时候 跟我们台北爱乐交响乐团的团长 那么有做这样一个开会讨论 既然来了 那不妨就办两场 那么今天本来是一场是变成两场 在中寮国小透过陈校长 他热心的安排非常的作严 这里是第一场的公园 那接着我们两点在南陀县的文化中心 文化厅有第二场的公园 那我们台北爱乐交响乐团 非常资深的功力非常强的音乐家 今天会到现场来表演 我看这样是我们真的是南陀县之福 能够来领赏到我们享誉国内外的这样一个 非常超级的交响乐团到这里来演奏 还有带着他们的温情 他们的爱心 还捐了款项给我们南陀县 这一点其实是 我也以南陀县名来说 我也是感到非常荣耀 在本次音乐会发响之后 许多企业都响应了本次的活动 除了捐赠上款伴助线内以外 还共同帮助本次音乐会的演出 在20年前一群热爱音乐的台北爱乐管权乐团 应用音乐来安抚受创的乡名 20年后台北爱乐管权乐团与各企业 仍再次重返钟良香演出 让钟良香名十分感动 在这个活动发响的一开始 台北爱乐管权乐团提出这个构想之后呢 事实上就立刻的获得了非常热烈的回响 包括台北爱乐的基金会 包括台北爱乐管权乐团上上下下的音乐家 包括士林福伦社 包括爱妮娅化妆品的总裁 陈威中总裁 包括我们的文化界 还有我们的商界非常有名的曾造中董事 那么呢他们都是义无反顾的伸出手来 促成这次的活动 那么再加上钟良国小 还有南投县政府的大力帮忙 我们音乐家才能够无后顾之忧的来这边 跟小朋友共度这一个充满了欢乐 但是也充满了感恩充满了回忆 并且面向未来的一个美好的早晨 那我也是基金会的董事 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尽一点绵薄 尽一点我的心意 我也觉得非常有意义 能够回馈乡里 我想这也是应该做的一部分 使我对南投有比较特殊的这样的一个感情 所以主要让我们南投县 有什么需要的地方我的肉鱼来提供我免补的力量 尽一点我回馈的责任 因为在这里生长在这里出生 这里是我应该做的 虽然921是台湾人民无法抹灭的痛 但在20年后的今天 中疗乡民家园重建了 中疗乡的风景依然秀丽 前议员张永辉相当感谢台北爱乐管弦乐团 与各企业家的帮助 才能够让中疗乡重生的这么快速 更透过音乐会让中疗乡民感受到社会与各界的温暖与爱 我们首先感谢台北爱乐管弦乐团 他们一大群人 就从台北早上五六点千里挑挑 到这里来办理我们的音乐会 因为我们在20年前 中疗乡的921地境是非常惨重的 包括我们中疗国小都是全岛 那我们是让TVBS文教基金会的给我们任养重建 20年后大家的奋力重生 也展现了很阳光很有希望的一天 那今天我们的全乡的国民中小学 还有老师啊小朋友 总共来参加的五百五十人 包括家长都将近快八百个人 感谢他们也来做这么高品质 高优质的这个营业饗宴 非常感谢他们关爱我们偏乡 非常感谢爱妮雅总裁 纯总裁到我们中疗国家来 因为当初921的时候 他也来关心过 他这样20年 所以今天回来特别关心 也感谢他对中疗乡的爱护 我相信我们中疗20年来应当不会让他很失望 因为我们有自力自强 自力更生 现在重建已经20了 所以说这几天我们中疗乡特别热闹 过去光海我们中疗的爱心人士 一直都回来看看我们中疗乡 也看看他们付出的爱心有没有成果 我相信这个他们应当不会失望的 我们中疗乡人以后 也一定会自力正强 有这个机会的话 我们也会回报社会 让我们回馈别的地方 像当我们海啸的时候 我们中疗乡也有回馈过 历经921大地震20年的中疗乡 乡民十分坚强奋力重生 但也透过台北爱乐管车乐团 有各企业家的帮助 才能够让中疗乡民迅速的重建家园 20年过去了 或许伤痛无法抹灭 但也让外界知道 中疗乡民坚忍不拔的意志 与奋力重生的欲望 明日新闻 李永胜专题采访报道